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的 哇你看看 这是个腰带 看下这是春景的 沈阳惊信萧峰墓 墓主脱带神秘黄金面具 全身包裹着软胃甲 未经倒扰的墓室内 一把宝剑横空出世 这会是萧峰生前所使用的武器吗 黄金面具下 又能否揭开萧峰的面貌 2017年 沈阳市文物部门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声音讲道 博物馆吗 我这有个墓快塌了 你们快来看看吧 得知这一消息的文物考古人员 赶忙开车奔赴现场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一处喊无人烟的石滩上 真的发现了数座契丹贵族墓 出于对文物保护的工作要求 考古人员对古墓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工作 没想到 惊喜一个接着一个的涌现 在墓中出土了白柚 黑鹤彩莓瓶等数百件精美的器物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专家决定将光果完整提取 运送至实验室内 以便更好的清理预研究 2018年5月11日 在辽宁首博物馆内 考古人员揭开了盖在1号木板上的盖板 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住了 一个红金面具映入眼帘 随着面具上泥土被一层层剥离 红金面具的真容 显露在众人眼前 面具眉宇透露出沉秘色彩 五官十分精美 能看出面具下方雕刻有胡须 根据这一特征便能断定 墓主应该是一位男性 但墓主为何要为自己打造一副黄金面具 这究竟是怎样 一种特殊的藏族 令在场众人疑惑不解 随后 专家查阅史料得知 弃当贵族流行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 一些贵族在死后 会在面部覆盖黄金面具 而面具就是依照死者面容所铸造的 有金银 硫金银等不同材质 这种黄金面具 根据死者生前的等级身份不同 黄金面具的质地也各不相同 能够用黄金做面具 墓主身份一定恢复即贵 专家对出土的黄金面具 做了细致的检测 发现这些契南人所制造的面具 具有浓厚的草原色彩 不仅具有实用性 在中国雕塑历史上 也是一件独具魅力的艺术品 整张面具全部由黄金铸造而成 由于黄金延展性较好 便适合锻造精细的造型 从这个专业制作的方面来说 它这种面具属于一种浮雕的一种形式 就不是一个圆雕 所以它并不是一种铸造 它可以是一种锻造 采用锻造的方式将墓主人的面容断打出来 高颧骨 宝嘴唇 圆额头 高鼻梁 将墓主人生前的面容一比一还原 紧接着专家对棺果内正式展开了清理 这具棺果是墓群中发现的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 为保护棺内文物 考古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计划 决定从墓主头部开始向腿部进行发掘 考古人员试探性地揭开了一块盖板 便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我的妈呀 考古人员究竟看到了什么 漂亮漂亮漂亮 完完整整的 哇 你看看 这是个腰带 看下这是纯紧的 沈阳惊献消风墓 墓主头戴神秘黄金面具 全身包裹着软胃夹 黄金面具下能否揭开消风的真实面貌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了一块木板 大量精美精气先露出来 我的妈呀 硅根挺高啊 你看这都是纯紧的 这也是纯紧 什么样文字呢 为更好的对精气进行提取 考古人员拿来了显微镜 从显微镜中能够看出 这些精气经历千年时光 早已紧简地附出在丝织品上 考古人员随后取来了高倍显微镜 在高倍显微镜下 一千多年前的纺织品展露出来 不难看出丝织品纹理清晰 不经令人感叹 这个纺织品 它的就这种线穿的这个穿 穿法看得都非常清楚 在高倍显微镜的照射下 能够看出丝织品内还包含有大量金箔 这是一个小金块 中间部位有一个小孔 上面雕刻有两道文饰 每一块都价值不菲 根据出土位置判断 这也许是木主所佩戴的腰带 将金块提取出后 专家对其进行了清理 依据出土的这些纯金饰片 在图片上描绘着它们的构造 将提取出的金块拼接在一起后 不难看出 这就是木主生前所使用的腰带 现场专家又迎来了新的难题 由于光果内丝织品较多 但内部环境较为干燥 如何保护丝织品不受损坏 又能顺利地向下清理呢 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加水 加水之后 让这个土样都保水 保水这样 我们就可以一点点把土清理掉 防止品就漏出来 考古人员拿来了喷水器 在上面淋上了一层水 突然在丝织品的一侧发现了一个金手镯 随后发现了一个红色的琥珀 两头都有一个钻铬 但中间的丝线早已被腐蚀 在琥珀下方还有一个金属手势 专家推测 这两间器物最初也许是串联在一起的 这种琥珀宝石等级也是十分高 只有高等级的契丹贵族才能够使用 随后考古人员发现了木主的头骨 但头骨摆放的位置 距离下葬时所摆放的位置有十几厘米 这又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快一颗牙齿出现了 但并不是完整的牙齿 是牙齿碎片 紧接着出现了第二颗第三颗 位移的头骨散落的牙齿 一千年前牧室内发生了什么 对木官的发掘在持续进行 面对诸多未知的情况 一时间令考古人员迷惑 面对这一疑惑 考古人员将对发掘重新进行梳理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 又会有哪些收获 沈阳张家瑶发现契丹贵族墓 木主竟是销锋原型 佩戴的红金面具 能否还原销锋真实样貌 专家将木工转向了 棺果内的金饰片 利用X光进行扫描后发现 木主腰带上方的金饰片十分丰富 专家推断这些金饰片 在当年应该是闭合成一个圆环 环绕在木主人腰间 从扫描图室中能够看出 它们现在相互叠压在一起 专家一时间也是分辨不出正反 随后专家便继续发掘 在木主手铺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喷火的冲醒下 一个金光灿灿的金戒指显露出来 能够看出金戒指尺寸很大 与棺果内随葬品一样 都保存得十分完整 正上方壮刻有草叶纹文室 下方壮刻有鱼子文 尽管契单贵族木群的等级很高 但专家依旧没有发现 能够证明木主身份 以及年代的起物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 考古人员发现 包裹在木主身上的银丝软胃甲 保存状况并不理想 在网络也是 碎的 基本上一碰就碎 根本就没有办法清理 为了弄清楚 木主身上银丝网络的结构 专家决定利用全息扫描 整个给它扫一遍 虽然银丝网格实物 不能完整保存下来 但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保存下来也是极好的 完整的银丝软胃甲 和黄金软盔甲 是十分罕见的 只有陈国公主木出图过 专家也是推测 木主身份应该低于陈国公主 从木中随葬品来看 木主生前地位也是极高的 考古人员对银丝网格 进行了局部的拆除 发现银丝网格 穿着在木主人内衣之上 在古代有这样一种说法 神不散而行不散 银丝网格的主要作用 就是防止形体散乱 但在木主人棺果中 并没有发现 能证实木主身份的印章 在牧室内也没有发现木之名 木主人究竟是谁 专家将木主人遗骸 送去实验室进行检测后得知 木主年龄在30到35之间 众人原以为 这会是一座无名木 这是一位有经验的专家 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木主很可能就是 南院大王肖锋 在史书中有记载 肖锋这一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他本就是契丹人 年幼时父母遭到杀害 便被寄养在乔三怀家中 肖锋作为丐帮帮主 习得降龙十八丈 算得上是天下无敌了 但很可惜 在牧室内并没有出土 他的那本秘籍 这是在现代技术下 对契丹黄金面具的 三维复原模型 一比一还原了肖锋的面容 这与你印象中肖锋的形象一样吗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